男人恬不知耻地抱起别人的老婆 打算来一场说完就完的游戏 女人吓傻了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男人强行带着跳进深不见底的大海中 然而 这个鲁莽的举动 很快就让男人后悔终生 激情退去后 男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忘了放梯子 可此时游艇上只剩下一个沉睡的婴儿 其他人早已跳进了海里 男人的鲁莽让他们当场待住 众人纷纷聚在游艇边 不断尝试跃出水面 然后爬上甲板 可游艇表面过于光滑 两米高的船舷上 连个能抓住的东西都没有 想从海里回到船上几乎是不可能 更糟糕的是 游艇正处于大海中央 距离陆地几十公里远 放眼望去 四周荒无人烟 连一艘渔船都没有 六人原本计划的豪华度假 变成了在海上的生死考验 如果不尽快上去 就算没有活活累死 也很快会体力不支沉入海里 在这紧要关头 船长找来了一个冲起海豚 打算踩着他回到游艇上 不出意外的话又要出意外了 船长刚踩上去就倒在海里 海豚也直接漏气了 这下希望变得更渺茫了 船长只好来到船尾找机会 奋力跃出水面 用力抓住垂下来的旗子 打算靠他爬上去 可旗子质量如同大火的智商一样堪忧 刚爬上去就直接裂开 船长绝望地发出怒吼 见船长都无能为力 众人彻底慌了 纷纷询问船长 还有没有其他可以上去的办法 船长却表示着游艇昨天才买的 他自己都还没琢磨明白有啥功能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众人只能尽量节省体力漂浮在海里 希望有船只经过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炎热的太阳将他们烤得头晕目眩 黄毛妹终于无法坚持下去 身体酸软 双腿无力 无法继续踩水 他慢慢游到船长身后 打算搭在他身上稍作休息 但船长也是强弩之末 结果被黄毛妹按进海水里 幸好没有枪死 看来男人是指望不上了 此时 黄毛妹注意到穿着救生衣的好友纳美 突然抓住救生衣的两侧 拼命撕扯 想把衣服抢过来穿在自己身上 这突如其来的袭击 差点夺去纳美的生命 纳美不会游泳 幸好她的丈夫及时制止 对黄毛妹的家人一顿问候 气氛顿时紧张到极点 就在众人争吵之际 上方突然响起手机的铃声 所有人都停止争吵 急忙寻找声音的来源 他们看到装着手机的衣服 恰好锤在游艇边缘 抬起手就能轻松取下来 可就在衣服被拽下的瞬间 手机意外掉进了海里 直接死机无法使用 绝望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众人脸上写满了身无可恋 至今仍难以相信 原本应该是愉快的豪华游艇之旅 竟然转变成了生死考验 更令人无语的是 几人更是发生内讧 大声争吵 互相指责 宣泄情绪 就在他们争吵时 一阵轰鸣声从不远处传来 游艇正快速驶向他们 几人欣喜若狂 只顾伸长脖子挥动双手 刚刚吵架就知道张嘴说话 一道求救就成了哑巴 结果可想而知 对方将这一切视为友好的打招呼 还配合得挥手质疑 最终 在众人惊讶和困惑的目光中 游艇毫不停留地快速擦肩而过 看着游艇慢慢消失在视野中 船长自责不已 如果不是他抱着别人的妻子 跳进海里 这场意外根本不会发生 但在思考之后 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脸上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花 他迅速脱掉自己的泳裤 然后坏笑着让其他人也赶紧脱掉 男人光天化日之下脱掉了自己的泳裤 还坏笑着劝其他几人也赶紧脱掉 虽然众人很不情愿 但此时被困大海中央 不管男女都只能顺从 接着船长把众人的泳衣做成一条绳子 打算借此爬到船上 可当他就快要抓住栏杆时 绳子突然裂开 船长猛地栽进了水里 众人一副身无可恋的表情 因为衣服和希望皆失 出于无奈 锁龙只能另寻他路 随即潜入海里 寻找游艇下方是否有什么自救的方法 结果不仅什么都没发现 反而还把泳镜弄掉了 慌乱中嘴里的匕首也意外掉落 锁龙连忙下前去捡 好不容易捡到却憋不住气了 幸好最后还是有惊无险地浮出了水面 耳朵里都流出了鲜血 很显然 这小子差点就可以见太奶了 见此情形 好友直接夺过匕首 紧接着狠狠地朝着游艇刺去 高档的气垫很快就变得坑坑洼洼 船长立马急得满脸通红 冲上去一把制止了他 本以为对方能冷静下来 不料变得更疯了 他再次抓起匕首 还想继续捅进去 一番打斗后 好友突然停下了动作 呆呆地愣在原地 众人也都纷纷吓傻了 更让人傻眼的是 这小子毫无常识 猛然一把将匕首拔了出去 众人嘶喊着试图阻止 可一切都太晚了 喷涌的鲜血瞬间将海水染成红色 这一幕让人触目惊心 危急时刻 他们急忙帮男人捂住伤口 拿泳衣给他包扎 可伤势实在太重了 这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只有尽快回到游艇上 还有一线生机 可想要上去比登天还难 归根结底 还是船长的错 为了寻求刺激 不但抱着别人的老婆下水 还忘了放下梯子 两米多高的游艇根本爬不上去 就这样在水里泡了一天一夜后 男人最终因湿血过多死在了女友怀里 更令人崩溃的是 为了节省体力 女友还不得不将男友推开 亲眼看着他飘向广阔的大海 如此悲惨的一幕 让朋友彻底崩溃 他愤怒地游到船长面前 质问船长为什么如此小气 人家只是想在游艇上扎几个洞爬上去 你小子直接给他来一刀 这时那美赶紧过来阻止 毕竟到了这个时候 追究责任早已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不尽快想办法爬上游艇 剩下的几人最终也会变成尸体 其实船长也不想这么做 但谁让他爱装模作样 非得把朝老板接的游艇 说成自己的呢 此时 其中一人害怕血腥味会引来鲨鱼 自顾自地游向远方 可他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等众人发现他不见时 早就溺水沉入了大海里 男友和朋友相继离去 女人觉得这里没什么好留念了 于是决定从这里游回到 几十公里开外的海岸线上 众人清楚留在这里只能等死 于是没有一个人阻止 原本的六人团体如今只剩三人了 就在他们万念聚会等待死亡时 突然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 这也再次点燃了难美活下去的念头 婴儿在游艇内饿得嗷叫 可他的父母困在大海里一天一夜无法上去 听到女儿的哭声 原本生无可恋的难美 重新点燃了活下去的念头 迫使自己冷静下来寻找办法 可如何逃离这里才是关键 回想起同伙们求生的方法 觉得砸船这个方法更可取 可此时匕首已经不知所踪 现在想要找到 跟在大海里捞针别无两样 一旁的船长也看出了难美的想法 赔钱总比丢命好 于是他不再顾忌太多 紧接着带上潜水镜 想都没想就潜入了海中 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从黄昏到天黑 却没有任何的发现 更糟糕的是 海上突然下起暴雨 风浪也越来越大 为了在风浪中保持平衡 同时节省宝贵的体力 难美只能将至爱的丈夫推向海洋深处 不知过了多久 幸存的难美和船长躲在船尾 他们抓住游艇排水口 避免被巨浪冲走 此时的船长无比的自责 要不是自己装模作样 也不会接连害死几个朋友 想到这里 他直接抓起潜水镜 然后拼命地朝着游艇砸去 恨不得把这个借来的破船 打出一个大洞 可还没坚持多久 潜水镜就四分五裂 锋利的镜片更是划破了他的手掌 可就在这时 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 紧接着急忙游向游艇侧面 然后把薄的镜片插进船侧板上的缝隙 打算用自己做梯子 让纳美踩着自己回到上面 就这样 纳美先是踩住她的肩膀 然后再踩住她的手 尝试着朝甲板爬上去 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的失败 好在最终成功攀住游艇边缘 可就在她竭尽全力向上爬的时候 船长的双手被踩的 几乎要被锋利的镜片切成两半 但为了防止纳美分心 她选择强忍疼痛一声不吭 直到对方成功爬上甲板 她这才心满意足地松开了手 最后忍不住地大声哀嚎 听到船长发出的声音 纳美一刻也不敢耽搁 急忙放下梯子 紧接着快速朝孩子的房间跑去 幸好孩子只是掉在了地上 并没有什么危险 然而过了很久 船长依旧没有回到船上 纳美意识到 她自责害死了多个朋友 无言活下去 选择陪葬 最终就只有纳美和自己的孩子活了下来 死里逃生的她连喝水的力气也没有 就这么躺在床上 静静地望着熟睡中的女儿 同时她也暗自下定决心 从今往后再也不坐游艇 只是可惜 她得背锅赔破坏游艇的钱了 只有腿毛足够长才能当上西巴女王 因为这象征的她是精灵和人类结合的后代 拥有最高贵的血统 如今她竟要把养了二十年的腿毛剃掉 就是为了让隔壁村草爱上自己 忠诚的精灵苦口婆心地劝她 不要因为男人放弃腿毛 女王却反问她 你懂什么是爱吗 而女王对村草如此死心塌地 仅仅是对方诞唱了一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面对村草索罗门浓浓的爱意 女王当即嫁给了她 但这还不够 索罗门为了使女王永远留在身边 用魔法将精灵封印在一个瓶子中 并将瓶子扔进红海深处 可怜爱恼的女王得知索罗门的所作所为后 竟对此无动于衷 就这样 精灵孤独地在海底躺了两千五百年 直到被一位渔夫打捞上岸 岁月蹉跎使得瓶子早已看不出原来的模样 他被当作一块石头填补成墙 见证了一个帝国的陨落 后来瓶子意外脱落 被一个女孩捡到 女孩偷偷打开了瓶子 没想到里面蹦出了巨大的精灵 吓得她昏了过去 精灵小心地唤醒女孩 表示自己无意伤害她 并且可以满足她三个愿望 因为只有当女孩许愿成功 精灵才能从瓶子中解放出来 这位女孩是一个奴隶 无法自拔地爱上了这个王国的王子 因此她许愿能得到王子的青睐 很快女孩的愿望实现了 她成为了王子后宫中的一位宠妃 精灵让女孩把瓶子藏好 以免落入他人之手 与此同时 王国内部的权力斗争才刚刚开始 在众多的妃子中 老国王如今独宠一位名叫贺伦的妃子 贺伦曾经也是一名奴隶 但他野心勃勃 渴望让自己的儿子登上王位 于是他四处散播谣言 并在老国王枕边吹风 表示军方要推举王子来替代老国王 精灵得知这一切 试图警告女孩要小心 但他已经许下了第二个愿望 让自己怀上王子的孩子 在成功怀上继承人后 女孩开始变得极度傲慢 在其他妃子面前炫耀自己隆起的肚子 很快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皇宫 贺伦抓住了这个机会 对老国王说王子有了子嗣 是为了谋权篡位 最终老国王做出了残忍的决定 他召唤王子前来 然后命令亲信用公衔活活勒死亲生儿子 可怜的王子 就这样成了这场权力游戏中的牺牲体 精灵得知王子的死讯后 立即提醒女孩再许一个愿望 否则贺伦将杀害他们母子 然而 女孩听到王子的死讯后失去理智 没有再许下愿望 最终落入敌人之手 贺伦的手下用麻袋裹住了女孩 然后将她扔进海底 精灵奋不顾身地追了过去 但被一只恶魔阻挡了去路 等恶魔消失后 精灵也跳入海底 但为时已晚 女孩溺水身亡 无法再许下愿望 两人都无法获得救赎 精灵再次被封印在了瓶子中 母亲将儿子和几个女人关在囚笼里 没有生够648个孩子 他们将永远不能出来 在母亲的操纵下 王子变成了一个缺乏思想的繁殖工具 逐渐爱上了母亲为她建造的囚笼 并且对离开毫无兴趣 因为只要待在那里 母亲会满足她的所有需求 她喜欢胖的女性 母亲就会为她找来城中最丰满的美女来伺候她 哥哥在11岁时登上王位 20岁时御驾亲征战场 征服了高加索 并屠杀所有俘虏 但这并不能满足她内心嗜血的欲望 为了永久地掌握权力 她必须消除所有威胁她王位的存在 包括她的亲弟弟 就在她即将打开门的时候 母亲为了证明小儿子是个没有威胁的渣渣 向国王展示了她的病态杰作 见到弟弟如此废物般的模样 国王感到恶心 毅然离开了那个病态的囚龙 丝毫不回头 为了分散国王残暴的欲望 母亲首先用酒精麻醉她 然后四处寻找帝国中最好的说书人 来吸引她的注意力 然而大部分人都无法取悦国王 最终都沦为国王的玩物 唯独有一个老者 他没有华丽的技巧 只有纯粹的故事 但国王却被他的故事深深吸引 后来他们成为了朋友 国王忘记了暴念 夜以继月地沉浸在老者的故事中 渐渐地 这种友情转变为了爱情 老者去世后 国王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所有人都担心 他的悲伤会导致新一轮的屠杀 但国王仅仅是坐在老者身边 一边哭泣一边酗酒 直到离世 国王死后 弟弟被母亲强行扶正为国王 而他则坐在王位后 成为垂帘听证的人 即位的第一天 弟弟就任命他最爱的妃子为总督 一天 妃子在洗澡时不小心摔倒 砸碎了一块瓷砖 在屁股底下出现了一个瓶子 已经几千年 真的快疯了 他请求妃子向他许下三个愿望 因为只要他许下三个愿望 精灵就能从亭中解脱出来 然而妃子拒绝了 他认为精灵都是狡猾的存在 于是精灵再次被囚禁在海底 不知过了几千年 瓶子辗转到了一个女人手中 她是一个孤儿 12岁时嫁给了比她年长45岁的富商 而富商共有三个妻子 前两个妻子已经年迈 所以年轻的她成为富商的宠 每次要满足富商后 女人才有自己的时间 她打开了瓶子 精灵出现了 与以前一样 精灵让女人许下三个愿望 女人毫不犹豫地用掉了第一个愿望 她许愿获得所有的知识 于是精灵为她带来了各种书籍 教她历史 物理 哲学 天文和数学 她还教女人如何将书籍藏进罐子里 不被富商发现 渐渐地 精灵爱上了女人 女人获得了真正的知识后 也不再愿意做富商的玩物 她拒绝了丈夫的求欢 整天关在阁楼里研究一个化学方程式 但她仍然找不到答案 于是她许下了第二个愿望 让她纹丝涌泉 精灵教给女人一个梦游的方法 女人的大脑瞬间被开发 无数的灵感涌现 她最终研究出了一个 能够解释空间和物质形成的化学方程式 过了一段时间 女人怀上了精灵的孩子 精灵开始害怕女人许下第三个愿望 此刻 她只想待在女人身边 因此她阻止了女人许下第三个愿望 没想到 女人开始情绪失控 指责精灵像她的丈夫一样囚禁她 说男人都不可信赖 为了赎罪 精灵将自己封印在了瓶子里 直到女人消气 可女人已经失去了理智 她许下了最后一个愿望 愿望实现了 女人瞬间失去了与精灵共度的记忆 就这样 精灵再次被封印在瓶子里 直到几千年后 一个女人在杂货店里买下了这个瓶子 精灵表示可以实现女人的三个愿望 女人才意识到自己像古异法师一样无欲无求 她实在想不出要许什么愿望 就在昨天 女人在杂货店购买了一个瓶子当作纪念品 没想到打开后一阵黑烟生气 随后一个妖娆的巨人精灵出现在她的床上 女人以为自己出唤叫 结果数了一天后 精灵依然存在 还告诉女人可以实现她的三个愿望 但有规则 不能无限加码许愿 也不能要求长生不老 然而女人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 表示自己想要静静 女人名叫爱丽西亚 从小就是个孤僻的人 上学时其他女孩们总是成群结队玩耍 而她只能独自待在角落里 专注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 由于热爱学习 她后来成为了一位教授 现在正享受着事业有成的阶段 既不缺钱也不缺事业 曾经 爱丽西亚也有个丈夫 他们从小就认识 毕业后就结婚了 起初他们很幸福 直到爱丽西亚亲眼看到 丈夫与另一个女人亲热在一起 那一刻 她因为失去和背叛而陷入悲伤 精灵提出 她可以许愿让丈夫回到她身边 爱丽西亚连忙拒绝 因为她发现没有了丈夫 她变得极其自由 从婚姻中解放出来 从人际关系中解放出来 她有更多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她将时间都投入事业 并通过自己的能力成功获得了现在的一切 作为一个听过很多预言的现代人 爱丽西亚对许愿所要付出的代价表示怀疑 例如 有一个小故事 三个朋友在一艘迷航的小船上 捕到了一条神奇的鱼 鱼说每人可以许一个愿望 第一个人说 我希望和我的妻子在家 琵琶 她消失了 第二个人说 我希望和我的孩子在一起 琵琶 她也消失了 最后一个人说 我想念我的朋友们 希望他们都在这里 结果他们又回到了原点 事实证明 每个预言故事都存在着类似的陷阱 冷静下来后 精灵将自己的故事告诉了爱丽西亚 她是如何被所罗门封印在瓶子里的 如何见证了一个王国的权力游戏 如何爱上一个女人 然后被爱人遗忘 爱丽西亚听完精灵的故事 被深深触动 于是许下了第一个愿望 让精灵爱上自己 一个忠诚而可信赖的人 于是 爱丽西亚带着精灵回到了英国 回到家后 她的生活与以前一样 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一个人上班 一个人下班 只是家里永远有一个精灵在等待她 他们可以彼此倾诉 探讨生命的真谛 一天 爱丽西亚回家却找不到精灵 空气中弥漫着无数微小的尘埃 直到她发现时 精灵已濒临死亡 于是 她许下了第二个愿望 精灵实现了这个愿望 其实精灵在现代城市生活并不适应 她能听到人类和机器产生的所有噪音 神经已经被电磁场压垮 但为了爱丽西亚 她一直在忍耐 此刻 爱丽西亚意识到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精灵可能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她明白爱就是要放手 于是她许下了最后一个愿望 爱丽西亚的第三个愿望实现了 最后精灵获得了自由 她离开了爱丽西亚身边 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生活的地方 从那时起 爱丽西亚仍然一个人生活 但精灵会经常来探望她 尽管精灵不能久留 但两人会珍惜彼此相处的每一分钟 女孩亲吻老师 立马被对方一把推开 老师温柔地和女孩说 应该把吻留给自己的家人 然而女孩被拒绝后闷闷不乐 随即找到了园长 说老师在自己面前暴露身体 园长最初对此不太相信 但女孩描述得会声会色 这显然不是一个六岁小孩能编出来的 园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将老师卢卡斯叫到办公室 以试探的语气告诉他这个事情 并将他停止几天 一头雾水的卢卡斯想要追问 但园长只要求他回家等待进一步消息 随后园长请来了心理专家 专家询问女孩后 他否认了一切 可园长和专家坚信女孩是受到严重刺激 在选择性的逃避现时 接着专家以引导的方式 让女孩再次指认卢卡斯的罪行 得到确认后 专家让园长联系警方 并将这件事告知女孩的母亲 在家长会上 园长揭露了卢卡斯的恶行 让家长们关注自己孩子是否存在异常行为 询问一下他们是否受到过伤害 家长们震惊不已 没有想到平时与孩子们完成一片的卢卡斯 看上去正直善良 贝蒂竟是一个衣冠禽兽 当天 卢卡斯接到了儿子的电话 他向父亲透露了得知的一切 卢卡斯听后冲进园长办公室 想与园长当面对峙 然而园长一直躲避 在卢卡斯的步步紧逼下 园长不小心说出了女孩的名字 一位家长将卢卡斯赶出了学校 这时卢卡斯才意识到 不仅是家长们 就连自己平时最亲近的学生们 也用一样的眼光看着自己 卢卡斯无法理解 为什么最好兄弟的女儿要对自己造谣 他敲开兄弟家的大门 试图向他解释 自己并没有对他的女儿做过任何事情 可兄弟坚信自己的女儿从不撒谎 也没有撒谎的理由 兄弟陷入了犹豫之中 不知道该相信谁 这时兄弟妻子的出现 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卢卡斯起身要离开 但兄弟突然拉住他 兄弟回头发现女儿正在身后 连忙将卢卡斯打了出去 然而克拉拉被眼前的一幕吓到 于是悄悄地说出了真相 然而 即使听到女儿亲口说出的事实 母亲仍然不愿相信 甚至引导女儿相信这件事曾真实发生过 只是当时受到了刺激 让她忘记了这件事 克拉拉照常来找卢卡斯遛狗 卢卡斯见周围没人 蹲下来温柔地询问 卢卡斯察觉到事情不对劲 想继续询问 但女孩开始后退 然而卢卡斯并不知道 女孩之所以能如此详细地描述谣言 是因为女孩的哥哥给那种视频 两人的对话被女友看在眼里 甚至女友也开始对他产生怀疑 男人面对女友的质疑 濒临崩溃 连最亲近的人都不相信自己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仅仅因为女孩随口溢出的一句谣言 就让生活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无论大人小孩 都用一样的眼光看他 没有人给过他解释的机会 就把子虚乌有的罪名强行扣在他头上 一向温柔的卢卡斯在这一刻爆发 在他人生的低谷时刻 懂事的儿子前来安慰他 只有儿子坚信父亲是无辜的 然而他对重伤父亲的谣言也无能为力 儿子前往超市购物 当他结账时 经理突然询问他父亲有来 并表示该店不再欢迎他们 男孩只能愤然离开 却在回家的路上碰到父亲被警察带走 显然所有人都把罪名扣在了父亲头上 在绝望中 他只能来到女孩家 希望他们能帮助父亲 毕竟女孩父亲是卢卡斯最好的兄弟 可这件事发生在自己女儿身上 兄弟陷入了沉默 男孩转头质问女孩 男孩被推出门外 他愤怒地给了男人一拳 却彻底激怒了对方 当男孩回到家时 他才发现自己没有钥匙 无家可归的他只能依靠干爹 作为父亲的示娇 干爹一家正在设法帮助他的父亲 他们打听到警方即将进行听证会 而且由于女孩的谣言 越来越多的孩子自称受到侵犯 而且都口径一致地描绘出作案场景 就在卢卡斯家的地下室 甚至连沙发和墙纸的颜色都说了出来 可是他们家根本没有地下室 警方也已经进行过搜查 这意味着所有孩子都在撒谎 次日一早 父亲被无罪释放 父子俩紧紧相拥 他们终于洗清了冤屈 本以为可以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 然而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突如其来的石块打破了瓶颈 男人拿起球棒追赶出去 却没看到任何人影 只发现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打开一看 是家里的狗的尸体 儿子伤心地望着爱犬 从愤怒转为歇斯底里 卢卡斯害怕会继续遭到报复 将儿子送回前妻身边 冒着大雨 埋葬了爱犬的尸体 这一天 卢卡斯前往超市买肉 店员明明手里正切着肉 却告诉他已经没有肉了 卢卡斯不明所以 还被店员一拳将他打倒在地 这时经理也赶过来让他滚开 卢卡斯想要找他理论 却被几名店员一顿输出 然后像垃圾一样被扔出去 警察证明了他的清白 然而没有人愿意相信 卢卡斯带着一身伤 再次回到超市 终于 卢卡斯买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却因此受了一身伤 这一幕恰好被兄弟看到 看着卢卡斯因为女儿的谎言 而备受折磨 他们一家却不敢上前安慰一局 这一天是平安夜 卢卡斯来到教堂祈祷 刚踏入大门 所有人都盯着他 一样的目光仿佛在审视一个罪犯 听着祷告 卢卡斯回头看向兄弟 仅仅是单纯的注视 就让兄弟如坐针毡 直到孩子们开始唱歌 卢卡斯收回了视线 听着他们纯洁的歌声 他感受到的 却是屈辱 是悲愤 是对人性的憎恶 他再次忍不住回头 发现兄弟和妻子正在交头接耳 虽然听不到他们说什么 但那些话仿佛刺入了他的心脏 他再也无法忍受 站起身走过去 经过这件事后 兄弟也陷入了自责 看着卢卡斯的反应 他确信卢卡斯是被冤枉的 第一次见到父亲哭泣 女孩也终于说出了真相 兄弟一夜未眠 清晨带上一瓶酒和一份早餐 愧疚地来到卢卡斯家 两人相识无言 最终 卢卡斯举起酒杯 原谅了兄弟 一年后 卢卡斯给儿子过成人礼 镇上的人前来祝贺 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 这时 女孩出现在门口 和以前一样 他害怕地板上密密麻麻的线条 卢卡斯温柔地将她抱起 一切仿佛回到了发生之前的状态 用完饭后 卢卡斯带着儿子去打猎 两人分开行动 他看到不远处的一只鹿 想将机会留给儿子 自己静静地欣赏着周围的风景 对面的人再次拉动枪栓 显然是冲着他来的 幸好他没有再次开枪 在逆光下 卢卡斯无法看清开枪者的面容 因为他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站在阳光下 即使他的手沾满了鲜血 他仍然自诩正义 女孩在手术时隐约间感觉自己被侵犯 医生似乎察觉到了女孩的担忧 随后向他解释那只是麻醉后的错觉 并建议他尽快洗个澡放松一下 回到家后 优赖依旧感到心神不宁 脑海中不断闪过一些不好的画面 他害怕极了 仔细观察当时穿的衣物 艰辛的不可能只是药物引起的幻觉 优拉不敢相信自己经历了什么 他带着自认为有用的证据 决定前往另一家大医院再次进行检查 医生也确认他身体有异常 女孩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很快警察赶到了医院 尽管根据报告显示他确实发生了关系 但优拉身上并没有被暴力过的痕迹 甚至连一点瘀青都没有 可优拉的脑海中始终闪现着不好的画面 无论他如何解释 警方仍然难以相信 毕竟那位男医生在当地已经工作了十几年 平时乐于助人 积极参与慈善事业 尽管警方用人格担保医生的人品 但出于对职责的敬畏 他们决定先立案调查 女孩不仅遭到了侮辱 警方也都不相信他 连他的家人也表示怀疑 他们甚至咒骂女孩是看中对方有钱 但优拉坚信 只要警方能够获取对方的DNA 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 然而他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 胖警察很快找到了医生 但两人的关系显然有些不一般 一上来就关切地询问医生的情况 没想到医生反应竟也如此之大 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病人会对诬告自己 为了排除怀疑 医生讲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那天晚上 女孩和男友大吵一架 结果不慎伤到了手掌 正当医生为男友检查伤势时 优拉咆哮着冲进了医院 为了不让他干扰其他病人 医生不得不先放下手中的工作 但女孩看到自己受伤惊恐万分 而且身上还散发出浓烈的酒味 为了更方便地为他清理伤口 医生只好给他注射了镇静剂 却没想到事后对方居然反咬一口 结果胖警察表示需要医生提供DNA使 医生却表现得更加气愤 认为这是对自己的羞辱 随后以今天患者态度为由 让胖警察稍后再来 胖警察随后又走访了医院的护士 也证实了医生所说的是事实 他们还从优拉的同事那里得知 那天晚上他确实与男友大吵了一架 双方都因此受了伤 种种情况都证明了医生的陈述是真实的 随后胖警察又找到了男友证实了情况 而医院这边 医生却暗中抽取了一罐血液 并让护士为样本打上标签 胖警察早早地在门外等候 在他并没有在场监督的情况下 医生直接将血液样本交给了他 胖警察表示你抽血时我需要在场 不料医生反问你不相信你的私人医生吗 听到这 胖警察出于对他的信任 收下了血液样本 而且如果对方不同意提供 法律也不能强制执行的 警方连夜对样本进行了比对 结果正如他们所料 两人的DNA完全不疲惫 没有人会相信这位善良的医生 会无缘无故侵犯一个女孩 胖警察在优拉去学校的路上 故意当众公布了结果 诬告医生的事情被所有人知晓 优拉瞬间名声扫地 她不明白明明自己是受害者 却反而成为了受到歧视的一方 这件事也成为了小镇上人们闲聊时的话题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优拉愤怒地找到了胖警察的上司 她不相信那份检查的结果 更是对检验过程表示质疑 为了避免优拉在这里胡闹 上司联系胖警察 询问她医生抽血时她是否在场 胖警察表示没有在场 但她可以为医生保证 优拉一听火气飙升 这说的是人话吗 这不瞎扯淡吗 不料胖警察反过来斥责优拉 怎么能把一个可敬的人拉下水 可不管怎么说 这显然警方没有按照流程办事 因此他们再次来到医院 上司亲自找到医生 希望他能再次提供样本 令人意外的是 医生果断同意了 并当着上司的面 让护士抽取了血液样本 随后医生又找到优拉 请求她不要再诬告自己 很快整个小镇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他们不仅认为优拉是个坏女人 还在网上对她进行谩骂 警方也很快有了结果 第二次的样本依然不匹配 也就是说医生根本不是凶手 由于这次是上司全程监督 她不再相信优拉说的话 甚至认为她图谋不轨 优拉也不敢继续辩解 因为如果继续追查下去 上司就会认为她是在诬告 要求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优拉伤心欲绝地来到超市 她受到了陌生人的白眼 收银员甚至拒绝让她购物 无奈之下 优拉只能离开 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完全失去了自信 长时间的精神摧残 使得优拉终于崩溃了 女孩只是手上有个小伤口 医生却给她打拳马 事后女孩发现自己被侵犯 可警方却查出DNA与医生不匹配 认为她在诬告医生 全镇的人都对女孩冷眼相待 女孩的父亲看不下去 决定带着家人离开这个城市 女孩优拉在新环境下 开始接受治疗 但她仍然坚信那晚医生 侵犯了自己 片刻的画面不断在脑海中浮现 导致她每天饱受精神上的折磨 然而医生却过着 纸醉金迷的生活 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 在积极治疗一段时间后 优拉终于有所好转 尽管父亲相信女儿 但警察的检查结果不会说谎 父亲希望她能够重新开始生活 日子也似乎回到正轨 就在这天 她和哥哥聊天 不成想对方不但没有安慰她 还说她又不是黄花大闺女 而且人家是生名远扬的大医生 就算真有点什么又有什么损失 这番话瞬间刺激到了优拉 明明自己是个受害者 为什么所有人都对她指指点点 不仅是哥哥 而且妹妹也是这么认为 这天妹妹在外面玩耍 邻居的女孩问起 为什么他们搬到这里 妹妹居然说是因为姐姐做了错事 这句话深深伤害了优拉 她决定重新证明自己的清白 于是她独自回到小镇 希望警方重新审查当年的案件 却被告知案件已经结案 除非有新的证据 否则不可能重新审理 为了收集证据 她花费巨资聘请了一名私家侦探 进行24小时监视 接着她找到了医生的助理 想必对付肯定知道一些秘密 优拉告诉助理 医生对自己做出这种事情 或许有一天 她也会对助理的家人或者姐妹伸出魔爪 经过一番洗脑 助理被优拉说服 偷偷从医院偷来了病例 里面都是有过住院记录的女孩 他们全是来了一次就没有再来过的 直觉告诉优拉 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为了找到新的证据 优拉按照名单上的地址逐一拜访 可当她说明来以后 这些女孩们立刻变得面色苍白 这些人不仅声名显赫 还有幸福的家庭 对于优拉的猜测 所有人都避而不谈 与此同时 私家侦探借口看病的名义 成功拿到了医生的口腔唾液 她小心翼翼地取下证据 然后立即进行了比对 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 由于唾液与胶水混合 他们无法得出任何结果 为此侦探又找到了医生的助理 希望她能提供医生的体验 但显然她低估了女人的恋爱脑 他们只能采取更为卑鄙的手段 撬开医生的车 在上面成功找到了医生曾用过的唇膏 可在离开时不小心暗响了喇叭 惊动了正在休息的医生 幸运的是 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样本与之前的证据完全匹配 优拉拿着报告找到了警方 警方却对结果存在质疑 见优拉如此执着 还是决定给她一次机会 他们找到了当地的检察官 虽然现在能证明两者匹配 但由于属于非法获得 根本就不能当作证据使用 没想到医生并没有拒绝警方取证 可这也给她带来了生活上的困扰 为此律师特别强调 如果第三次取样依然无法匹配 那么从那时起 警方将无法再以同样的罪名去打扰医生 甚至还必须要求优拉公开道歉 也就是说 这个案子将会永远结案 他们显然有着充分的底气 医生甚至主动解开了衣服 当法医准备抽取手掌血液时 却被律师阻止 因为这可能会损伤他的手部神经 对于外科医生来说简直是噩梦 在两人的强烈反对下 只能从他的胳膊踢去 但令人惊讶的是 一针下去竟然没有一滴血 法医以为是针管出了问题 好在更换了针头后 终于通过合法途径成功 收集到了血液样本 这次警方一刻也不敢耽搁 开始对样本进行分析 然而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依然没有匹配成功 尽管这次取样过程没有任何问题 优拉根本不相信警方的说辞 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医生的阴谋 优拉气冲冲地追上医生 却遭到律师的死亡威胁 看着医生嚣张的眼神 优拉彻底崩溃 但她根本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接二连三没有匹配成功 这让医生心存侥幸 半夜来到了医院 声称要亲自巡视一个病人 随后静止走向一间病房 看着里面熟睡的女人 医生缓缓推开了门 第二天警方还在一头雾水时 却听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突然有一名女孩到警局报案 也声称自己遭到了医生的侵犯 医生利用职位便利侵犯女孩 女孩拿着残留物到警局报案 可警方接连三次抽取医生血液样本 DNA都匹配不成功 这让警方一头雾水 不料又有一名女孩到警局报案 同样声称被那名医生侵犯 这突如其来的转折让警方有些意外 但现在的问题是根本没有证据 检察官希望优拉能当庭指认医生 因为现在有两名受害者 他们可以将民事诉讼转为刑事案件 而那名女孩 恰好就是昨晚住在医院病房的那个人 但她只有模糊的记忆 体内没有任何被侵犯的证据 很快 警方逮捕了医生 当她被戴上手铐时 还不知道自己被抓的原因 这次法医没有再选择抽取血液 而是提取了口腔粘液和头发 医生显然有些慌张 她的表情也不再淡定 在经过法医的分析后 样本终于成功匹配 但目前只能证明两人之间有过关系 优拉觉得荒谬至极 这跟证明她是优拉本人一样无语 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 优拉受到律师恶毒的指控 不仅侮辱了她的人格 还抓住了她的弱点一顿羞辱 让陪审团认为优拉是个不检点的女人 面对警方提供的证据 医生也不再否认 她声称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 同时也是为了保护优拉的名誉 两人是自愿发生的关系 主要还是优拉多次勾引自己 她才没把识住 在面对血液伪造的问题上 医生也没有回避 因为自己是高富帅 周围有许多追求者 因此经常会遗失使用过的小雨伞 为了避免受到不法分子的威胁 她将别人的血液注入禁体管 然后在胳膊上切开入口 再将管子精确地覆盖在血管上 目的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 所以不管多少次取养 抽取的都是别人的血液 这只是不想让那些心怀鬼胎的女生得逞 随后还说自己作为一名医生 就是为了给人类同胞服务而存在 所以自己才要照顾好自己 很快陪审团做出了判断 关于性虐待指控 使用有害物质来犯罪 我们认为被告 在长达一年的漫长岁月里 优拉始终没有放弃 她的勇气和决心最终 让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这部电影是根据1992年 一起真实事件改变 现实里那位医生 一直没有更换假血管的血液 多年后抽血发现很难抽出来 最后抽出的是粘稠的老血 才开始让人怀疑 直到1999年 该医生已性侵 妨碍司法公正罪 适用有毒物质三项罪名被定罪 被判处监禁六年 她是一位穷酸落魄的画家 而她则是身份高贵的富家千金 就这样 两人在巴黎的街头相遇了 再次见到青梅竹马 男人兴奋地说不出话来 就像儿时对方夺走自己出吻那样激动 在很小的年纪 费英就失去了母亲 有继母的日子并不好过 机缘巧合下 她跟随父亲来到了 曾经全镇最豪华的庄园 然而此时庄园已经荒废 一片狼藉 仿佛无人居住过的样子 费英默默地坐在池塘边发呆 突然一位美丽的姑娘出现在她的视线中 费英的眼神瞬间凝固 仿佛连心跳都停止了 可是那位姑娘却像精灵一样迅速消失无踪 费英原以为只是一面之缘 然而回到家后 继母告诉她 庄园的女主人希望费英每个周末 去陪她的侄女玩耍 而且会给丰厚的报仇 贪财的继母开心到起飞 对费英是否愿意并不在意 于是 费英再次来到了破败的庄园 再次见到了那个她朝思暮想的女孩 原来她就是女主人的侄女戴拉 然而戴拉表现依旧冷漠 仿佛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费英跟随着戴拉穿过杂乱的别墅走廊 看到女主人正疯疯癫癫地跳舞 她曾是全镇最富有的女人 但自从被丈夫抛弃后 她就变得不正常了 女主人兴奋地邀请费英跳舞 芭蕾舞肚皮舞扭秧歌或者广场舞都可以 可费英这个穷小子什么都不会 女主人的脸瞬间冷了下来 费英吓坏了 害怕被赶走 因为这样就见不到戴拉了 于是她匆忙说自己会画画 女主人立刻产生了兴趣 费英就这样留了下来 成为了戴拉的小跟班 尽管戴拉对她不理不睬 但她总是屁颠屁颠地跟在身后 女主人看出了费英的心思 让她给戴拉画画 并趁机询问她对侄女的看法 女主人似乎回忆起了一些事情 酒里全是故事 但此时的费英压根听不懂 女主人在说什么 费英表示口渴了 戴拉带她来到花坛旁边 女孩独特的方式喝水 简直美得像一幅画 接着她模仿戴拉的模样喝水 却没想到戴拉偷偷凑了过来 犹如一股电流穿过她的全身 手指都瞬间打开 这一刻在费英心中变成了永恒 她惊讶地捂住嘴巴 头晕目眩 不知所措 看着戴拉如同海王一样撩完就走 看着她戏谑的回眸 她的心完全被她夺走了 从那以后 费英最期待的就是周末 因为她可以和她深爱的女孩一起学跳舞 可以毫不掩饰地凝视着她天使般的脸庞 她的心情相处 费英也成为了戴拉的全部 时光飞逝 戴拉变得妩媚动人 而费英也变得英俊挺拔 可戴拉依旧对费英爱达不理 在她眼中 费英只是一个逗女主人开心的贫穷小子 女主人警告费英不要爱上这个女孩 因为她一定会让她伤心牵挂 但费英仍无法听进去 眼里全是戴拉 有一天 费英得到了亲自接送戴拉参加舞会的机会 她激动地穿上不合身的西装 尽力展现自己的帅气 但由于没有邀请函 被保安拦了下来 她只能在门口默默等待 好在也不是毫无收获 穷小伙苦追赴家千金十五年 终于争取到亲自接千金回家的机会 本以为送她回家已经是中大奖了 对方竟主动提出今晚想去她家 小伙紧张又期待地坐在床上 不料戴拉只是倾听点水般的一吻 然后像小时候一样撩完就走 也许戴拉从未把她放在心上 只是觉得逗她很好玩而已 当第二天费英再去庄园找戴拉时 却被告知她已经去了巴黎 女主人带她来到海边 诉说着自己的过去 曾经她每天在海边等待丈夫归来 现在的费英就如同曾经的自己 被偏爱的人总是有恃无恐 而先坠入爱河的那个人 总是如此卑微和深情 费英并不怨恨戴拉的离去 但她不明白的是 为什么连告别都没有 十几年的朝夕相伴算什么 昨晚的吻又算什么 戴拉走了 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 费英的心此刻也碎成了渣渣 她再也没有灵感画画 每天只是跟着父亲出海捕鱼 可时间并没有淡化对戴拉的思念 反而愈发浓烈 直到七年后 她告别了女主人 踏上寻找戴拉的旅程 费英每天以绘画为生 像个流浪汉一样生活 不知道找了多久 戴拉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她变得更加美丽 笑容比阳光还要灿烂 曾经埋藏在心底的怨念 在此刻立马烟消云散 戴拉就是一位顶尖的猎手 一平一笑都是陷阱 然而费英心甘情愿地陷入其中 根本无法抵抗 戴拉在离开之前 她妩媚地说要和费英约会 第二天费英准时赴约 但让她措手不及的是 戴拉旁边竟然坐着未婚夫乔治 她是富家少爷 而她是千金小姐 明摆着就是天作之和 可自己又算什么 朋友吗 玩具吗 又或者只是一条听话的小狗 费英备受打击 决定彻底放下这段不对等的感情 然而第二天早上 戴拉却出现在她的房间里 以高傲的姿态让她给自己做画 费英匆忙准备画笔 而戴拉则自顾自地解开了遗物 在金色的阳光下 她美得不可方物 嘴角轻微勾起的弧度 足以让费英心持神网 每一个随意的姿势 都能激发费英无尽的灵感 可还没画完 戴拉就再次起身离去 她总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费英连忙追了出去 第一次质问她为什么这样做 可当她看到戴拉眼角的泪花时 仿佛能感受到她内心的痛苦 她再次心软了 明明发誓要与戴拉一刀两断 结果几天后 戴拉的打来一通电话 费英立马屁颠屁颠去见她 在朦胧的夕阳下 他们一起漫步公园的每一个角落 即使他们的对话毫无营养 但只要能在她身边 费英的心中就充满了甜蜜和美好 在昏暗的桥洞下 戴拉停住了脚步 费英大胆地向前迈了一步 却听到了令她心碎的消息 她要结婚了 真的吗? 是的 为什么你告诉我这个? 这是费英二十多年来 第一次不顾及戴拉的感受独自离去 她觉得戴拉只是想让她发疯 就像过去每一次的挑逗一样 而她也确实陷入了疯狂之中 但在被大雨冲刷过后 费英突然意识到戴拉是主动向她倾诉 或许她想得到她的挽留 想让她带她远走高飞 于是费英疯狂地冲向饭店 戴拉仿佛一直在等待她的出现 毫不顾忌地刃由她拉着她走 她们在倾盆大雨中深情的拥吻 她的孤傲和高冷在这一刻完全破碎 只剩下多年的思念和深情 费英本以为美好的生活就此展开 可几天过后 戴拉再次消失了 男人曾是一无所有的穷酸画家 却爱上了心高气傲的千金小姐 女人的若即若离 让她觉得自己的身份地位不够 于是她疯狂地创作 拼命棒画展 终于在几年后功成名就 她匆忙前来向女人表白 却被告知她已经结婚了 费英不明白戴拉为何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她 以及她到底想要什么 终于在这一次 她从女主人口中得到了答案 原来戴拉并不是她的侄女 而是她的亲生女儿 多年前她被丈夫抛弃后 新生了一个恶毒的计划 她想让男人尝尽被抛弃的痛苦 因此 她把戴拉培养成了她的复仇工具 故意以高报酬请费英来做她的玩伴 故意让戴拉夺走她的初吻 故意让两人每天以跳舞的方式接触 然后又在一吻后不告而别远赴巴黎 所有的一切都是她恶毒的计划 费英想起多年前戴拉在车里的泪眼 想起乔洞下那期待的眼神 更想起雨夜里不顾一切的那一吻 也许她早已厌倦了这无聊的复仇方式 也早就爱上了费英 却不敢违背母亲的意愿 只能一次又一次地狠心离去 默默承受着所有的伤痛 甚至为了完美完成计划 戴拉嫁给了自己不爱的男人 但这也是母亲的复仇 她想让戴拉代替她的渣男父亲受尽折磨 费英把女主人的手放在胸口 这一刻女主人哭了 不停地道歉 费英起身离去 再次踏上了寻找戴拉的旅程 曾经心中对戴拉充满怨恨 但现在只有心疼 在母亲扭曲变态的控制下 戴拉这些年一定活得很痛苦吧 可戴拉仿佛人间蒸发 再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许多年后 费英精疲力尽地回到了那个破败的庄园 独自坐在她第一次遇见戴拉的地方 默默回忆着过去的一切 突然 一个长得极为相似于戴拉小时候的小女孩 出现在她眼前 随后笑着离开 费英赶紧追了上去 在阳光下 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 费英试探性地叫戴拉的名字 默然回首 家人依旧 戴拉惊喜地摘下眼镜看向费英 静静地等待她走到身旁 两人心中明明充满滔天的思念 却极力克制着想要拥抱对方的冲动 直到戴拉说她早已离婚 母亲也去世了 现在带着女儿独自生活 心中有个声音引导着自己重新回到庄园 那是爱情开始的地方 一次次的分别 一次次的守候 费英对戴拉的爱从未减少 反而在得知她的遭遇后变得更加浓烈 因此 面对戴拉的主动示爱和道歉 她又怎么舍得不原谅呢 波光灵灵的海边 随着两人轻轻牵手 这段刻骨铭心的恋爱终于迈向了正轨 费英从未放弃过 她一定会珍惜并守护这段来之不易的爱情 孝顺的七岁男孩每天在太爷爷坟头撒尿 77岁的爷爷看到后过来制止 询问孙子为什么要尿太爷爷头上 我也是爷 那是我爸爸 你这么老爷爸吗 你哪咋样了 那有爷爷吗 有啊 他们都去拿了 他们都死了 你也会死吗 人都会死了 年纪尚小的男孩并不理解死亡的真正含义 晚上洗澡的时候 男孩和爷爷聊起很多同学在暑假 都和父母一起出去旅游了 再不记得也去了游乐场玩 要不是妈妈现在要生小弟弟 自己连家门都出不了 更别说出去旅游了 爷爷听完答应男孩 表示等过两天卖完地里的瓜 就带他去旅游 第二天 爷爷带着男孩来瓜饭这里卖瓜 没想到通过瓜饭的口音 打听到了一个三十多年未见的老友 他从对方口中得知 老友现在病重 正在三门峡市的医院住院 夜里 爷爷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 片刻后他来到墙边看着和好友们的合影照片 然后用笔在其中两个人的头上画了个圈 因为圈住的两人都已经去世 如今只剩下这个病重的老友和自己了 他们在那动荡的年代 都曾救过自己的命 如今很想去看看这位老友 趁自己还能走动 于是第二天 爷爷告诉男孩带他去三门峡旅游 但孙子说自己晕车 不喜欢坐长途汽车 于是爷孙俩决定不坐车去旅行 晚上睡觉的时候 男孩的上门崖掉了 爷爷看后便在嘴里念叨着 上门崖掉了要埋在屋顶的瓦顶 这样新长出来的牙齿会更整齐 第二天一早 爷爷就上屋顶将孙子的牙齿埋在了瓦顶 然后和男孩匆匆吃完早饭 骑着自己心爱的电动三轮车 前往离他们400多里远的三门峡 但两人还没出村子 爷爷为了躲避开过来的轿车 把车骑进了地里 虽然有惊无险 但三轮车却怎么也发动不起来 只好将车推到修车的地方 修车师傅得知他们要去三门峡后 告诉爷孙两人 电动车根本走不了那么远 除非骑的是加油的 师傅招待他们吃俩瓜 男孩礼貌地称呼修车师傅为叔叔 第一次听到一个大叔喊自己小叔 男孩牙都笑掉了 原来爷爷早就当了太爷爷 为了去三门峡 爷爷第二天借来了堂地的加油三轮车 然后他们继续上路 转眼已经到了晚上 爷爷把车停在了路边 准备在此处过夜 爷爷说 这世界上从来没有人见过鬼 其实都是自己吓自己 地里埋的都是别人的亲人 说完带着孙子去来个睡前吁吁 爷爷 我管娘那么小草了 你管我啊 爷爷可不管 爷孙俩在别人坟头撒完尿后 直接睡在了坟前 到了第二天中午 他们在路过的河边休息 男孩看到有个小伙在钓鱼 他上前看了看桶里 我能钓鱼 这河里可那么多浓郁啊 男孩转头让爷爷给年轻小伙露一手 接着爷爷用一个瓶子和一张塑料膜 做了个捕鱼器 把面包蟹放进去充当鱼儿 一旁的年轻小伙不屑地说 这肯定钓不到鱼 爷爷却说 只要河里有鱼 多等一会儿肯定能钓到 吃饭的时候 爷爷让小伙过来一起吃 通过聊天 他们得知小伙和朋友从郑州来做生意 结果被人骗了 生意没做起来 两人还把筹借的几百万都赔完了 好友承受不住压力跳楼了 而小伙一直躲在外头没脸回去 更不敢面对朋友的家人 如今他自己也觉得活着没意思 爷爷开始开导年轻人 孩子 你可不能这样想 有些事情啊 人是无法控制的 他还讲起家里的一件事 八几年的时候 爷爷村里却柴烧 所以人们就经常扫树叶来当柴火 他的二叔让小儿子去扫树叶 但孩子在外面玩耍忘记了 回到家后 怕父亲责备 就撒谎说弄好的树叶被哥哥抢走了 父亲一听顿时火冒三丈 冲到大儿子家劈头盖脸一顿骂 还当着孙子们的面打了大儿子一巴掌 大儿子性格也很烈 觉得父亲的行为让他很没面子 找来一瓶农药就喝了下去 结果在送医院的路上就隔屁了 一个月后 爷爷的二叔也上吊了 大儿子的媳妇健壮 扔下两个孩子跑了 撒谎的小儿子也想一死了之 但老大的两个孩子没人管 心存愧疚的他选择活了下来 但再也没有开口说过话 一开始是不想说 到后来却真的说不出话来了 一辈子都没有成家 将两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长大 这个人就是借给自己三轮车的堂弟 爷爷说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命运 没必要强求 有些事情我们无法左右 年轻小伙豁然开朗 爷爷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困难 但从未被这些事情消磨掉一致 经历的越多 反而越慷慨 离开时 捕鱼器里真的钓到了一条鱼 作为酬谢 年轻小伙送给男孩几块泡泡糖 走到下午时 看到一辆发生故障的货车 爷爷主动停下车 询问司机需要什么帮助 因为是发动机上的皮带断 司机想让人烧他到前面的镇上买皮带 但爷爷的三轮车太慢了 于是司机提出想借爷爷的三轮车自己去买 没想到爷爷很爽快地同意了 这时男孩想进驾驶室完 却被司机呵斥下来 连还把车门都被锁上了 男孩生气地说 为了哄男孩开心 爷爷给男孩坐了一个小风车 而司机这一句 直到太阳快下山才回来 他掏出50块钱作为酬谢 但爷爷怎么也不肯要 男孩健壮接过钱说 司机听说他们要去三门侠 便说他也要去那个方向 可以烧他们一段路 随后让路过的村民们 将爷爷的三轮车抬上了车 在路上 司机说如今这个世道 像爷爷这样的人太少了 他之前给人拉了一车机 不幸在半路翻车了 他找来附近的村民帮忙推车 虽然成功将车推上来 但村民们趁乱抢走了一车的鸡 害得他一年都白干 还赔了别人好几万 所以说这个世道真没有好人 还换个酒都要考虑 那你也不是把车给你推上来了 要不你连车都摸了吗 这路上就没有好人 都他妈坏着了 很快天黑了 他们被一伙人拦住了去路 路边还放着一口棺材 司机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了 不情愿地递给对方 十块钱想尽快完事 但是爷爷却坚持要下去看看 原来是发生了车祸 有个男人被撞死了 司机逃逸了 留下一对孤儿寡母 他们只能在这里向过路的司机 乞讨一点丧葬费 爷爷了解情况后 让男孩把司机给的五十块钱给了他们 刚要离开 男孩又转身送了小朋友一块泡泡糖 上车后 司机说没必要给他们那么多钱 因为有很多人是专门的骗子 哎 可不能都那样说 肯定你也是木板 咱货人不能给你私人交进 到了半夜 三人就在司机的驾驶室凑合睡了一晚 第二天分别时 司机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爷爷 说如果有需要他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 即使他不能及时赶过来 也会让经过这条线路的朋友过来帮忙 不知何时 司机内心的善良也被爷爷激发了出来 男孩和爷爷继续向三门峡前进 走了半天 爷爷找路边的养风人问母 爷爷也没有拒绝 到了晚上 一瓶白酒 两个凉菜 谈话间 两人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一样亲切 老人问爷爷为什么不让儿女帮忙送到三门峡 爷爷说自己还能走还能动 不想给他们添麻烦 老人也表示自己有同样的想法 村子里的人都搬到城里 孩子们想让他也搬去 但他觉得自己年纪这么大 去了城里反而会给孩子们添麻烦 他担心自己在城里万一去世怎么办 所以宁愿在村里过得舒坦 他还提到 自己的父母在五八年的大饥荒中 为了他能有口饭吃 把自己活活饿死了 现在他年纪这么大了 哪里都不想去 只想守着他们的坟墓 爷爷告诉他 自己的家庭条件已经算不错了 没有饿死在灾荒中 却因为家庭成分的缘故 也经历了那个年代的动荡 自己像五子续过招官一样 在几位好友的帮助下才得以活下来 这次去三门峡 他只是想见见最后一位病重的老友 这最后一关两人都不言而喻 第二天分别时 养蜂人送给爷爷一罐蜂蜜 虽然他们才刚刚见面 但分别却像是多年未见的告别 但这一别也许就是他们这一生的最后一别 经过四天三夜的旅程 爷孙俩终于到达了三门峡 但刚进入市区 他们就被警察拦下 三轮车被扣押 爷孙俩被警车带到派出所 一到派出所 男孩的爸爸就走了出来 原来在他们离开的几天里 爷爷的哑巴堂弟去世了 男孩的爸爸接到电话后回去参加丧礼 但回到家后却发现男孩和父亲不见了 打听之后才知道 他们竟然骑着三轮车去了三门峡 担心爷孙两人在路上遇到危险 爸爸就报了警 爷爷趁着儿子去处理三轮车违章的事情 独自去医院看望老友 虽然老友已经起不了床 但能见到爷爷让他激动不已 你咋来了 我不是来看看你吗 没有想到 我还能见到你 这不见上了吗 三十多年没见面 原以为会有许多想说的话 但两人聊的却是吃饭了没 吃得好吗 仿佛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话题了 但也没有聊很久 爷爷就说怕孩子等得着急 要赶紧回去 临走时 他把养蜂人送的蜂蜜给了老友 并说等他病好了再来看看 说完这些 他准备起身离开 但老友的手却迟迟不愿松开 因为他知道 这可能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次见面了 爷爷刚下楼 楼上就有人叫住了他 一句简单的嘱咐 成了两人一生的诀别 当爷爷回到村里的时候 他的哑巴堂弟正在下葬 爷爷感慨道 临行前还教他骑三轮车 并写纸条嘱咐他 你77岁不比年轻时 这一路将近千里 山高路远 切记注意安全 没想到回来时却再也见不上了 哑巴堂弟这一辈子过得太辛苦了 一直无法从愧疚中解脱出来 一旁的侄子说 二叔这么多年一直把自己和姐姐养大成人 帮助他们结婚成家不容易 实际上他们早就把他当成自己的父亲了 事后男孩问爷爷 爷 四十当时 爷 四十当时 爷爷现在呀 我还不知道 不久的将来呀 我都去找他去了 到哪时候啊 我都知道了 那你也会变得鬼吗 那还是好事的 我想见的人呢 都能见人了 那爷爷要是死了变得鬼了 小你害怕爷爷不害怕 回到家后 爷爷一边不舍得给男孩收拾东西 一边不停地嘱咐男孩 现在就如秋天了 天气亮了 最是整天一无 你早来 现在呀你去散烧啊 你开烧都是消瘦了 到学校以后啊 好好听老实的话 不要给那小朋友课 爷 我也想在老崖里边 不要去这个 给家谁关你 阿姨关了我 那爷子多大了你看 那爷死了吧 死了啥吧 啥吗 爷死不了 此刻的男孩或许已经懂得了死亡的含义 死亡注定带来分别 那种永远无法再见的分别 爷爷送他们到门外 男孩不情愿递上了爸爸的车 他不停地和爷爷道别 但爷爷却连一句再见也没回 或许在爷爷看来 再见也是一种沉默 万一没兑现就失言了 爷爷看着他们逐渐远去 在原地助力良久 回屋时 爷爷掏出孙子留给他的泡泡糖 打开放嘴里 但刚嚼了几下就掉了一颗牙 他随手扔掉 孙子的牙还会再长 所以埋在哪里会有讲究 而他已经是无所谓的年纪了 转眼间第一场冬雪降临 却传来了老友离世的消息 一句特别满意 给两人这一生的友谊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爷爷挂掉电话后 看着墙上的照片 慢慢地在老友的头上画了个圈 生者为过客 死者为归人 我们都只是这人世间的过客 终将归于尘土 爷爷坐在门前 点了一支烟 看着飘落的雪花 唱起了他唱了一辈子的郭昭冠 我好比长空眼